2022年3月 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罗马尼亚上空 当地居民拍到了一架样子十分奇怪的飞机 从公布的视频来看 这是一架来自美国空军的RQ-4全球鹰 高空长航式无人驾驶战略侦察机 而这款侦察机的来头可不小 作为诞生就以优异性能享誉全球的无人机 RQ-4全球鹰飞行性能吊打多个国家的无人机 还可以实现32小时飞行22780公里的航程 拥有极强的飞行制空能力 可以全天候实施监测 除了这点 RQ-4全球鹰还被人们称之为无人机中的劳斯莱斯 大气层侦察卫星 那究竟是为何能让这款全球鹰享誉世界呢 我们今天就具体了解一下 RQ-4全球鹰无人机的整体情况 RQ-4全球鹰无人机的外形 从正面看起来 就很像海洋里的虎精 机身前半部分看起来有些肥大 头部高高隆起 整个机身长度为14.5米 翼展近乎40米 最大起飞重量超过14吨 和普通无人机相比 RQ-4全球鹰无人机的翼展是个大量点 之所以设计了如此长的机翼 自然也有它的好处 长长的机翼 可以使它拥有更高的航时和声线 要制造这种超长机翼 其实非常考验技术水平 不仅要符合不易折断的特性 还必须得轻巧弹性小 这样才能防止机翼在紧急状态下触地受损 另外 作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 RQ-4所装备的发动机很是不同 采用的是推力可达31.4千牛的 劳斯莱斯AE3007H涡轮风扇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可以搭载900公斤的重物 使得RQ-4的飞行性能 在一般的无人机里面更为突出 加上特殊的机翼设计 RQ-4的巡航高度可上升至18000米 而大气层侦察卫星的称号 也会因为全球英无人机上装有光电 高分辨率红外传感系统 CCD数字摄像机 合成孔径雷达 光电传感器重100千克 工作在0.4至0.8微米的可见光波段 红外传感器工作在3.6到5.0微米的中波段 红外波段 合成孔径雷达重290千克 工作在X波段 合成孔径雷达获取的条幅式侦察照片 可精确到1米 定点侦察照片可精确到0.3米 甚至可测出隐藏在数从中恐怖分子 全球英能在2万米高空 穿透云雨等障碍 连续监视运动目标 准确识别地面各种飞机 导弹和车辆的类型 甚至能清晰分辨出汽车轮胎的齿轮 对于每小时20到200千米速度行驶的地面目标 可精确7米 全球英即可进行大范围雷达搜索 又同时可提供7.4万平方千米范围内目标的光电红外图像 如果是在战场上 依靠这种收集情报的模式 很快就能摸清敌方的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 鉴于RQ-4在长航时侦察上展现了能力 美国便多次将其部署到海外军事基地 自RQ-4服役后 它已经执行了多次战斗飞行任务 为美国提供了广泛的情报 而且全球英之所以可以保持32个小时的飞行 最大航程能够达到22780公里 是因为其具备了更强的燃油搭载能力 根据它在航程方面所具备的优异表现 它可以跨洲际飞行 全天候监测全球 一天之内可以对约13.7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侦察 而且只需一至两架 即可监控某个国家 最终达到监控全世界 全球英最大的优点就是 它能与现有的联合部署智能支援系统 JDISS和全球指挥控制系统 JCCS连结图像能直接而实时地传送给指挥官使用 用于指示目标预警快速攻击与再攻击 战斗评估 RQ-4A型还可以适应陆海空军不同的通信控制系统 既可进行宽带卫星通信 又可进行试据数据传输通信 另外 机上装有备份的数据链 在2001年4月22日进行的实验中 全球英直接将雷达图像 传送到美陆军战术情报系统 和美海军乔治华盛顿航空母舰的海军终端 又横跨大西洋到葡萄牙 侦查欧洲大陆及马德拉群岛上的目标 这些图像均通过设在英国联合分析中心 传送到北约的大西洋最高司令部 经过处理后的情报 又传给战区指挥员 供随后的两期登陆演习使用 其实从时间线算起 全球英于1994年开始研制 1998年3月样机试飞 2001年春天才通过系统设计 11月就匆匆投入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行动 在阿富汗战争中 全球英无人机执行了50多次作战任务 累计飞行1000小时 提供了15000多张敌军目标情报 监视和侦查图像 还为低空飞行的捕食者无人机指定目标 在伊拉克战争打响后 全球英再次出征 勇创佳计 战争中 美军只用了两架全球英无人机 却担负了452次情报监视与侦查行动 为美军提供了广泛的作战能力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多国部队共损失了38架飞机 此次伊拉克战争之前 美军对伊军的防空力量忧心忡忡 这次伊拉克战争中 为了减少人员伤亡和飞机损失 美军使用了全球英进行全天候侦查 据报道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 全球英执行了15次飞行任务 提供了4800幅图像 美空军利用全球英提供的目标图像情报 摧毁了伊拉克13个地空导弹连 50个地空导弹发射器 70辆地空导弹运输车 300个地空导弹箱和300辆坦克 占伊拉克已知坦克的38% 用于摧毁伊拉克防空系统的 时间敏感目标数据中 55%都是由全球英无人机提供的 而且它还首次来为 FA-8C战斗机传输数据 攻击伊拉克导弹系统 在一次交火中 全球英无人机机载合成孔径雷达提示机上的 AAQ-16电光红外传感器 对准伊军隐蔽的导弹发射架 数据通过卫星数据链路 传到地面控制站 在传递给美海军的FA-8C战斗机之前 进行分析和压缩 FA-8C利用这一信息 瞄准并摧毁在桥下的伊拉克导弹系统 从观察探测到发射导弹摧毁目标 所用的时间仅为20分钟 大大提高了打击力度 当然了 能在实战中的表现如此出色 引起美国盟国的极大关注 澳大利亚 德国 以色列 瑞典和英国等国 都表示出对全球英极大的兴趣 由于美国以及国际市场对无人机需求增大 特别是在阿富汗战争之后 美军加快了全球英无人机的研制发展步伐 但是 RQ-4全球英受到人们追捧的同时 关于它的质疑声也在增多 主要是因为那几件坠毁事故 全球英不仅在美国本土发生过坠毁事件 在海外军事基地执行任务时 也常有坠毁事故发生 全球英就曾被伊朗所击落过 给美国造成了巨大损失 在电磁干扰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 全球英无人机最大的弱点 就是没有装载防御反击系统 自我防御系统薄弱 一旦各种设备在运转时遭到干扰 就失去了侦察能力 也就是说 全球英一旦被发现 那么它就将面临被击落的风险 而且在面对恶劣的天气状况时 它也无法在高空执行侦察任务 特别是遇到结冰云层 没有装备相关防御系统的 全球英会飞行受阻 因此 面对全球英无人机存在的缺陷 美国也在考虑发展 下一代高空长航式无人侦察机 其实在全球英屡次出现事故 坠机事故之后 美国空军就多次提出 要将老旧的全球英无人机进行退役 一方面是它的造价成本太高 日本就曾花费近5个亿美元 购买了三架全球英 单价在1.6亿美元左右 一款侦察机能有如此高昂的出口价格 它的造价成本也必然不菲 不愧被称为无人机中的劳斯莱斯 另一方面是它的自卫能力太差 即便它安装了相关的警告系统 可在发现威胁时触发警报装置 但在精确制导防空导弹面前 难以侥幸逃脱 一架昂贵的无人机就这样被毁 未免有些太浪费资源了 于是 美国打算发展一款 具有强大隐身性能的无人机 能悄无声息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侦察 被外界传来传去的RQ-180 高空长航时飞翼隐形无人机 就有可能是美国新无人机领域的重点研发项目 但美国对这款新型无人机进行严格的保密 相关数据少之又少 不过此前一位摄影师在菲律宾 拍摄到了一架与RQ-180外形很相似的战机 若是事实 这表明美国在RQ-180的研究上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未来替换RQ-4全球因无人机的日期会逐渐拉近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